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静悄悄的地方 比如说一直在传言中的顿巴斯大会战 没有出现 那他当然有一些零星的炮轰炮击 但是他跟那一个大规模的战争准备 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态势 那么可是要说降温的话 那很多人可能就会说 布林肯跟奥斯丁不是才去了基辅喊加油吗 然后奥斯丁不是还跑到了德国 在北约基地当中呢 开了一个40国的盟友会 然后说我们要给乌克兰全部的援助 然后呢未来每个月我们都还要开会 看起来好像是一副长期作战准备的样子 但为什么要说降温讯号出现呢 好但我们在我们在星期一 我们稍微谈了之后呢 那我也知道 因为当然我承认你们有我很主观的部分 我只是基于过去的新闻经验 我注意一些新闻的细节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这不寻常 他最少相对于2月24号开战以来到现在为止 这个调调子几个讯号是非常不寻常的 是过去没有的 就打了两个月没有出现过 好那大家会说 那那总要坐下来谈啊 总要总要签个签个什么停火协议啊 和平协议 错 因为因为这场的战争呢 是牵涉到俄罗斯的 那牵涉到美国跟北约的 你你你不要认为就是说 像像这种的就是说呢 大国强权之间的对抗啊 或者代理人战争 他最后会有一个白纸黑字的停火 否则就不可能停火 呃你你回头想想看 比如说两岸之间的国国共内战 有停火协议吗 没有没有啊 联合有和平协议吗 没有啊 那这之前打的死死去活来的 191958年的金门炮战 只有单打双双不打 那什么时候停火 你可能都都已经忘了 就在当唐骄龙在念书的时候呢 他不知不觉就停火了 那住在金门的董董志生 我的好朋友 就是呢 本来呢都还觉得每天呢 都还要听一下炮弹的声音 会不会到我们这边来 哎之后就不见了 他他就就是不知不觉当中 大家就慢慢的降温 所以你觉得有可能会是没有协议的停火吗 这个这可能性是一定存在的 就像韩战 韩战有停火协议吗 没有啊 韩战到现在为止没有哦 那不管是呢 南北韩之间 要不然为什么文在寅一定要签个和平协议 就是没有没有没有停火协议 没有和平协议 那你想就是抗美援朝 要投入这么大的军就是军队 那美国的打到打到这么这么这么凶 可到中美呢在战场上面的唯一一场的实质的交战 有停火协议吗 没有啊 那所以你不要期待美国跟俄罗斯的这场的代理人在战争 或者北约的这参与的这场的战争会不一定 我是说不一定啦 但是中间总是会开始出现一些 他叫做不叫做停火的停火 不叫做和平的和平的那个安排的过程 那我们在讲的就是说 你第一个你先不要期待说 那大家都还没有能正式的和的和谈 怎么可能会有 我举了刚刚那些的例子 你包括越战也一样 越战是是是大家看了签了停火协议之后 结果反而呢就颠覆了 那你看到的几场的重要的战争呢 都没有什么实质的停火协议 但是为什么说有四个讯号 我们我们把四个讯号的整理一下 大的背景的就是说 这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你会发现了乌克兰的战场新闻少了很多 以至于很多的名嘴谈话性节目啊 都有一点词穷 我我我我我我坦白说了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是说真的大家都词穷 就是都觉得谁谁快要赢了 谁谁反攻了 谁谁谁谁打到哪里了 打了多多多少人了 谁拿到什么的武器把什么飞机打下 那个新闻突然间的都少了很多很多 以至于呢已经的撑不了了两个小时的节目了 那降温是第一个讯号 第二个呢就是你看到他为什么会算降温 因为从我们从俄罗斯看起好了 俄罗斯呢不只是说古特雷斯的道房 那普丁呢隔着那个五米的长 五公尺的长桌 以前我们说四公尺出错了 对 就是莫斯科已经正式的认证说 那个是我们从意大利进口的五公尺 对不是四公尺不要小看我们 对五公尺 而且呢那个宽度的最宽的地方2.15公尺 好 隔着那个长长桌的两个人呢就开始变起来了 那那当然你看到我普丁呢就土的土骨水就你们呢 你不要跟着那些的那些的媒体呢在在黑黑俄罗斯 可是呢普丁的终究在之前呢在和少一谷在在讲话的那段视频 对那个是小方桌 那个小小方桌 他只要见自己人都是小小方桌 就是呢两个眼睛距离那一公尺的那种小方桌 普丁的那个讲话很重要就是呢不要再强攻马里乌波 不是不要再强攻亚述钢铁厂 就是因为他说马里乌波你已经完全占领了 那就只剩下一个亚述钢铁厂不用强攻了 但是一只苍蝇呢都不要飞出去 那个呢那个就是一个把 等于是把那群人呢倒过头来呢当作是一个谈判筹码 好这一点呢其实我们真的要来解析一下 因为其实你会看到台湾有很多人的解读方式是说 因为亚述钢铁厂下面啊 他那个层层的通道 然后呢彼此之间呢还有很多的隔杖 所以呢你强攻你一定会损失非常多的俄罗斯的士兵 那因为普京知道说呢就算强攻你只会损失很多的士兵 你也强攻不下 再加上呢 这一个亚述钢铁厂下面的这一些士兵 他们就说啊我们来庆祝复活节 你看俄罗斯被我们击溃了 他们根本不敢来打我们 是这个原因吗 这个这个原因 对某一些人来讲也觉得你知道西方观众接收到的是这种讯息 就是你普京认输了 所以不敢强攻亚述钢铁厂 其实从我的角度我当然会觉得说 这个你要强攻当然是攻得下来 甚至你的损失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那不愿意攻我的感觉是拿来做谈判筹码 但是很多人就把解读成为说你怕了 那如果强攻的话一定会有一些很很很残忍的那种画面 我我如果用水罐 各式各样的我们就不去形容 我如果用烟雾进去 我我如果大量的催泪瓦斯 我用大量的催泪瓦斯能办得到 其实都可以办得到 那不强攻就说OK把把那个战场先冻结 在马在马里乌波呢 这个呢雪雪在了两个的城市停火了 地表上面停火了 当然就说乌克兰的在底下的这些部队呢 还是有小部队的想要突围 但是呢都被打打回去 那现在的基本上面是没有办法动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 因为你看到看到这个就是说呢 古特雷斯呢跟普丁见面的时候 古特雷斯就是谈谈这件事 人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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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 那换句话说古特雷斯不管是听的也好 或者或者是情报判断也好 就是在跟了在跟了普丁的交换意见就如何先解决 马里乌波的问题 马里乌波会会是俄乌战争松弛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结 那个结如果能打开你想就说呢只要跟普丁谈好了 我们如何为马里乌波松绑 让里面的亚述亚里面的人也有意见 里面的人说我不要去基辅 亚述亚述的说我不要去基辅 你不要把我的送到基辅去 这个这个讯号是一个很有趣的解读 有人认为说这些人觉得他们回了基辅就不会受到好的待遇 甚至可能会被被清算 因为已经命令你要死守那个地方 他们说你们要你们要送我们出来的话 我要去土耳其 这是亚述云释放的讯号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现在那个地方的成为一个谈判的筹码 就是如何让里面的那些人得到最合理的安排 他会成为一个触媒转化器 就是让俄乌之间或者参与这场战争的各方 借着这件事情的安排开启和平之门 这是第一个讯号 第二个呢马克龙的当选 马克龙的当选的大家都知道 欧洲整个欧盟的心就稳下来了 那马克龙之前你看到的各方的分分析了 虽然马克龙还没有对于接下去 他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正式表态 选完之后他没有表态哦 可是从选前的一贯的调子 我们判断包括德国的对于他的祝贺 大家很急着要解决这件事情 马克龙会采取一个比较积极购合的态度 就在马克龙当选的同一天 礼拜一我们提到就是说 我们看到美国的双掌去基辅这件事情 布林肯跟奥斯汀 当然大家大家可能比较比较注意的是 奥斯汀 奥斯汀当他他是国防部长 可是我比较注意布林肯 布林肯的到访 我说他不会莫名其妙来的 那个时候呢 其实我只是猜 可是他回回去之后呢 他讲的一段话 我觉得那段话呢就很有玄契了 他怎么讲 你说布林肯在参议院的那个谈话 他是在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 那时候呢听政会的时候他说 他说未来俄罗斯 乌克兰跟俄罗斯尊重双方谈判 如果乌克兰决定要用中立 不加入北约的方式来协商的话 也会予以尊重 我其实看到这个的时候 这在台湾各大媒体 其实都没有大做 但是布林肯释放出来这个讯息 至少从我所看到的讯息来看 从二月二十四号到现在 第一次 这是美国第一次松口说 如果乌克兰决定中立 决定不加入北约 美国会予以尊重 过去美国从来不肯讲这样的话 嗯 那因为布林肯的讲话 跟如果你要看奥斯顿的讲话 他是他感觉上面是倒过来的 奥斯顿是说呢 我们要继续打 而且呢要要要打到呢 俄罗斯的军事力量 受到相当的压制 不能不可能再发起这样子的战争 这是奥斯顿的讲话 因为他是国防部长 但是我说在这个战场上面来讲的 我会比较注意布林肯的讲话 以及那个动作 布林肯的进基辅到离开离开基辅的调门都很低 回回去了之后呢 第一次释放出这种调子 当然这种调子 我不会说和平之门已经开了 但是我说那是个降温讯号 冲突当中来来讲 你在念冲突理论的时候呢 其实所有的老师开中民意大概都跟你讲 冲突理论当中观察冲突的第一个 第一个叫做那个降温讯号在哪里 就降温讯号出来了之后 你就知道那个反反转点可能可能到了 其实如果这样讲的话 我也并不觉得奥斯丁他是要打到 对对对对 因为是知道奥斯丁的那一番话的解读哦 其实我看到的时候 我也有一点吓一跳 他说我们会压制俄罗斯的军力 直到他不能够在产这个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侵略 可是你去对照奥斯丁的另外一番话 他认为俄罗斯的军力 其实已经遭到很大的挫败了 那以后再也不可能发起这一种的侵略战争了 所以你从美国的角度来讲 我要挫败俄罗斯的军队 其实他已经达到目的了啊 对所以我认为美国 美国这双掌不管从一个外交 或者军事的角度的表达上面来讲的 都在给自己安排下台阶 好那第四个讯号就是古特雷斯 那古特雷斯呢 即使即使你看到他在出访之前的时候呢 泽伦斯基觉得你怎么会先到俄罗斯去 你应该先到我这里来 不过你从他的谈话的内容来看 他先到俄罗斯是对的 他先先先见了拉夫罗夫 俄罗斯的外长 那这个外长的再度的释放出他们愿意的和谈 当然不好谈了 但是愿意和的和谈 我说了和谈是一回事 能不能谈出东西是一回事情 但是不谈出东西能不能停火又是另外一回事 这三者之间没有必然的等号 但是只要降温了之后呢 他就是个讯号 那因此呢他到了他到了基辅呢之后呢 他讲话的重点呢 仍然是摆在呢 摆在马里乌波上面 那摆在马里乌波上面 换到这个呢是一个是一个马里乌波的战火的地表战火平息了之后 底下的人呢 现在呢等于是被被半半囚禁在那个地方 就看那些的囚禁了什么时候结束 现在所有的外交的努力跟降温的努力 都会表现在如何解决马里乌波地底下的那些人 那些人如果能够谈出一个解决方案的时候 我认为这场的战争就接近结束了 我同意这四点是降温讯号 当然这里面只有这一个马克宏呢 他当选了之后 其实还没有看到他比较积极 对还不清楚的他未来的这些动作 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再观察 但是呢普京要求亚述钢铁长为而不公 然后呢布林肯在美国参议院突然冒出了那一句 我们尊重如果乌克兰他决定不要加入北约 决定要中立我们也尊重 当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一个警讯开始往上冒说 这是美国要解决俄乌战争 唯一一次开始透露讯息 当古特雷斯的这一个穿梭外交也是非常明显的 不过有降温讯号没有升温讯号吗 我们来看几个升温讯号 首先呢是奥斯丁在四十国盟友会议当中呢 他说我们现在要继续的 来加强化乌克兰的这个战斗 那我们要提供更多的武器 然后我们必须要团结合作 以后每一个月都要开一次 这个四十国盟友的会议 我觉得这点很有意思 其实我觉得这项是美国国防部呢 要收割俄乌战争的成果 明明是俄乌战争 但是他要形成一个比北约更扩大的一个军事同盟组织 因为他只有二十个北约的成员国 跟二十个非北约的成员国 那可能六月份他们还要邀日本 韩国去参加北约的这个军事高峰会 那这个我们后续还可以再观察 那么可是看起来奥斯丁是有升温讯号 而德国也突然改口说 要支援乌克兰重型防空坦克 周末的时候我们不是才听到 德国总理肖茲说 德国不提供重型武器 因为担心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然后隔天他们要送的武器 然后瑞士就说我们不能送 我们是中立国 我们不可以让任何武器经过我们国家 怎么突然德国就改口了 然后要送重型防空坦克 这些难道不是升温讯号吗 好当然还有一个降温讯号呢 是更被大家忽略了 就是昨天美国和俄罗斯 进行了一次的换球 这个换球 那两个球都跟这场战争无关 可是它为什么重要 因为拜登的觉得觉得这个这个很困难的决定 布林肯说呢 他对于能够换球成功的表示欢迎 那但是为什么在这换球 就是美俄找个理由 然后呢开始恢复彼此之间的互动 因此这个讯号也很重要 换句话说布林肯的讯号不是单一讯号 那而且呢拜登的是知道的 因为媒体在问他说他说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 那就做了 所以对于普京来说他知道他要谈的对象根本不是责任斯基而是美国 对好那换句话说的美俄呢已经美国过去都是躲躲在乌克兰后面 但是美国呢现在等于某些某些某些态度上面来讲的已经站到台前来 就是他对于这场的战争的角色已经从幕后不当银屋者了 站到了目前来 站到目前来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说最重要是美国的态度 美国没有态度其他国家态度都没有用 嗯好那美国现在有一个清比较的态度出来 降温的态度出来 所以对于呢 255的降温呢是有帮助的 当然并不是说这样子战争就就就结束了 我说包括了古特雷斯呢谈完之后的结果如何 因为他在见泽伦斯基的时候 泽伦斯基呢就跟古特雷斯说 你没有你没有看到俄罗斯把大量的部队现在摆在顿巴斯吗 我们都快已经要打决战对大家都都都知道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希望这场的决战了不要发生 那不要发生的前提就是那我们先来解决马里乌波的问题 马里乌波如果能解决的话呢 大家气氛呢就往下降了 那那个顿巴斯的战争呢就可能缓和 美俄如果真的能够开始开坛的话 那那至于乌克兰想什么都不重要 所以我看到我看到这个这个就换球的时候啊 因为那两个被换的人对大家来讲会觉得无关痛痒 因为因为他真的不是这场战争的关系 可是双方面所表现的为难就是说 我必须在这个时候跟他呢 跟他恢复互动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 那凤青刚讲的就是 奥斯顶毕竟召召开了他的他的 四十国盟友会啊 对以前以前唐湘龙讲过嘛 就美国在全世界大概就是呢 呃盟邦跟准盟邦加起来大概就是四十多多个 那个他的基本盘 你就看他联合国这几次的投票也是四十那就是他 制裁这件事情也是四十多个 他把他的基本盘因为基本盘呢在在北约嘛 那再加上的就是日本的韩国的澳洲这几个家加起来 再加上其他小国家凑一凑 再加上他控制的利比亚这些人凑一凑 四十几几几四十出头个 那奥斯顶的虽然讲的话可是 第二奥斯顶的讲话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更强硬 嗯 第二个你说他凑武器啊 美国呢美国不断释放出这种说如果再这样打下去的话呢 我们跟北约的就说呢这军备库存的都会被消耗完消耗完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战争在升级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多多东西用 那因此呢大家都开始有不安全感就是我为如果战争在升级我怎么办那个装备存粮我要先存存下来 但是现在乌克兰战场上面 泽伦斯基不断的在要装备在要钱呢 所以呢召开这个四十国的会议 我我认为是美国为乌克兰办的一场的送别式 嗯就是OK你看我都已经把把我的盟友全部都都都叫来了 我都已经分配任务了 大家的该该给的也都给了连波兰的都被迫呢要要要公开的要把装备要要给你了 那德国呢也说了他轻轻库存 虽然还是防御型的装备的德国也表态了法国也表态了 好大家都尽可能的帮你了你应该没有话讲了吧 但是这四十国你看得出来就是大家除了除了有这种的讯息出来就说我把我把装备呢给给乌克兰透过北约的概念在北约体系下面的给乌克兰可是都没有在上面做任何政治诠释 都没有都没有诠释说呢我给乌克兰呢是支持乌克兰继续打打下去继续跟俄罗斯呢打打到底 你发现这些国家都不讲话 所以我这样讲好了因为德国总理才说他们不送重型武器 对嗯隔了几天其实不到七十二小时就送了重型武器 嗯不他是防防空武器啊 呃重型防空坦克对对对对防防御型的对嗯 那么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你觉得他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呃北约北约要毕竟他作为一个一个集体安全架构 那个北约第五条的权势是很刚硬的那当美国呢作为北约的头他以北约的龙头的身份讲话的时候每个国家都还是要买账的这第一个 第二个我说了他永远不要高估德国跟日本他们并没有脱离战后占占领的形态老实讲他们仍然是一个战败国的身份 美国在对待这两个国家名义上面来讲用一个安全体系用用美日安保等等然后呢有驻军那个那个驻军的基本上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基本上面是一个控制就是让日本跟德国这两个国家你所有的军事力量你国力的发展都不可能脱离我的我的掌握 德国固然呢他作为欧洲的大国想要摆脱美国可是呢那个摆脱的路是非常曲折而且几乎呢难度是很高的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德国在美国提要求的时候你都会看到他的为难勉强配合出一点份子钱我德国比较大我说多一点可以吧但是呢出了份子钱之后你不要再要求我多 所以会提供武器不加以政治权势的背后其实就是我是按照美国要求提供的基本上是那接下来的战场 反正又不是我决定的那战场上面后面的话事情就让美国自己来决定吧对所以美国呢美国美国现在就是开了这场的会之后除了他的五个铁血小小兄弟之外其他的欧洲的大国 你看德国以及德国南边的奥奥地利最近讲讲话真是有有有有艺术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对对对真的有有艺术你看他们的讲话就是老欧洲跟新欧洲啊真的不一样了老欧盟跟新欧盟态度完全不一样美国现在对新欧盟大概还还可以框得住 但是对老欧盟来讲呢就是奥斯汀这次到访了之后呢大家呢把把这个呢欢欢送会开完了以后呢就不用就不相欠的意思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大拜拜可是并不代表这个大拜拜以后会持续下去没有所以我也我也不会把当作是一个升温讯号嗯好所以有降温讯号但是升温讯号经过解析之后我想大家自己有判断那么你就可以看出来如果当美国开始有了可谈判的空间其实这场战争其实才有结束的可能性对所以特别注意布林肯的讲话因为那个讲话是六十天以来第一次 我们下期见四十多的准备 准备 感谢观看